您好 歡迎繼續加入的是 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力 我們先來看桃園機場發生了公安意外 竟然有人從天花板掉下來 這是今天下午2點多 第二行下的旅客休息區 天花板突然大面的崩落 而且還有一名工人 他直接從天花板掉下來 掉到地上 把旅客嚇壞 好幾片天花板突然掉了下來 沒幾秒後竟然有一雙腳衝破天花板 只見一個人半身掛在半空中 當下不停搖晃雙腿掙扎 之後跟整個人從天而降 這名男子聲稱反光背心 原來他是一名工人 工作到一半 發生公安意外 這地點竟然在桃園機場裡頭 下午2點多 在第二行下三樓的旅客休息區 天花板無預警大片雜落 甚至還有一名工人 從天花板掉下 把現場的旅客 灑得紛紛逃離 就怕遭受波及 不過還是有不知情的民眾 當時搭乘手扶梯上來 見到這誇張一幕 肯定會嚇一跳 再做好安全措施什麼的 做好安全帶之類的東西 不要說直接就掉下來很危險 但這似乎已經不是桃園機場 近期第一起公安意外 上個月一輛連結 第一行下和第二行下的電聯車 撞上清洗高空作業車的伸縮壁 導致兩名工人差點摔了下來 電燃車的車廂還因此破了一個大洞 這回又發生工人天花板掉落的狀況 身為國家門面卻是頻頻出波 讓外界對於安全管理打上問號 體育新聞廖宗先生 這還滿的討論報導 好而極端氣候是全球的共同挑戰 香港在今天遭遇了暴雨來襲 發出了今年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非常多地方都出現了激淹水災情 尤其是在將軍澳一帶 嚴重的淹水 包括好多的車子變成了泡水車 是上百部汽車車門一打開 裡頭全部都泡滿了泥巴水 讓車主相當無奈 還有當地的商場也變成了水舞間 民眾必須踩在水裡面涉水而行 另外港鐵同樣也遭殃了 站內一樣下起了大雨 今天差不多是在早上9點鐘的時候 香港天文台緊急發布了 今年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甚至一度言你要升級成 黑色暴雨警告 代表多個地區十語量 恐怕突破70毫米暴雨成災 香港當局也緊急宣布 所有學校4號下午緊急停課 而且在安全情況下 才可以讓學生回家 所幸稍早降雨趨緩 暴雨警告已經解除 但雷暴警告仍持續發布 特大暴雨侵襲下 香港將軍澳道路旁擋土強坍塌 強勁水流湧出如同小型瀑布 不但衝倒路障 路面還布滿沙石雜物 在西貢則是分不清 哪裡是馬路 哪裡是河 汽車開過淹水路段 積水高度達到半個輪胎高 環保大道也來不及排水 嚴重淹水 有汽車故障拋錨 駕駛乘客得靠消防隊到場幫忙 才平安脫困 大水還淹了一座戶外停車場 上百輛汽車受損 污濁的泥水沙石灌進車內 等到水退了 車主陸續到場 有人找來拖車 拉走愛車 香港天文台4號上午8點55分 發出2024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西貢的將軍澳食雨量超過140毫米 同一天廣東中山也降下暴雨 多條主要幹道 積水高度達到成人腰部 有人孔蓋像噴泉一樣冒出大水 還能看到泥水灌進室內 民眾急忙避險 洪水還衝到中山 一座鱷魚養殖場圍欄 四條鱷魚被衝到外面 引起民眾恐慌 在通報消防後 才將鱷魚順利抓回 明天是24節氣的立下 台灣也有封面 準備接近全台灣有雨 那麼針對廣東地區 最近又是暴雨 又是冰雹 龍捲風 好多地方降雨量破紀錄 專家分析和吸風帶 大氣長坡滯流有關 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宛柔來進一步說明 從4月中以來 大陸的華南地區 最近是出現了不少 極端氣候的現象 甚至還引發相當嚴重的災情 而這極端氣候到底有哪些呢 當然有龍捲風 夏冰雹 以及這個狂風暴雨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根據數據統計 這個廣東韶關的雨量 跟同期比是增加了四倍 相當的可怕 尤其在4月30號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這一個晚上光是一天 這個狂風暴雨的閃電 就多達了6000次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根據氣象專家就解釋了 主要是因為西風槽停滯 造成大氣不穩 另外全球暖化現象 也導致了有力降雨 另外春季的聲音現象 也代表說雨勢是偏多的 而再回到台灣這邊來 明天就是24節氣中的立夏了 不過今年的立夏 因為吹的不是東風 所以代表說今年台灣 是不太會有乾旱這個現象發生的 但也得注意 因為冷暖風交接 並在台灣上空滯留 這個豐沛的雨水 恐怕會造成 致災性的激烈降雨 柏在以哈衝突降下的是 所謂飛彈雨 表面上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還沒進攻拉法地區 但幾乎是天天的空襲 而美國更是蠟燭兩頭燒 一方面要阻止以色列進入拉法 另外還要提防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恐怕會對以色列跟美國駐軍 發動攻擊 在地面部隊進攻前 以色列持續空襲拉法 當地週五的攻擊 又造成數人死亡 家下人的生活直裡破碎 家屬忍無可忍 不過究竟以色列 會不會進攻拉法 白宮這樣說 美國力挺以色列的態度不變 卻也希望以色列放棄攻擊拉法 只是專家認為 拜登最終還是要面臨兩難抉擇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 還有一顆不定時炸彈就是伊朗 4月中伊朗徹夜轟炸以色列 CNN深入伊朗軍事基地採訪 伊朗軍官展示目前世界上 最惡名昭彰的無人機之一 伊朗指揮官也展示 但是發射這種無人機的卡車 外觀跟一般卡車相同 偽裝很容易 其實自從加薩衝突以來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就不斷攻擊美國中東駐軍 今年1月3名美軍在約旦罹難後 美國展開報復打擊 民兵團體暫時休兵 但是顯然威脅仍在 TV新聞綜合報導 戰爭現在多點爆發 我們接下來看烏俄戰爭 現在的戰況對烏克蘭來說 越來越不利 軍事專欄指出 烏軍戰線大概是從4月21號開始 就不斷的崩潰 內部甚至開始出現了紛爭 像是有防禦第二陣線的 機械化47旅官兵 就在社群上抱怨說 原本要來接手的115機械化旅 竟然是臨陣脫逃 放棄陣地之後直接落跑 導致戰線是全面的放空 這等於就是把領土拱手送給俄羅斯 所幸俄軍當時不知道詳情 所以才沒有投入第二梯隊連續的突破 那麼俄羅斯國防部長最新也對外表示 俄軍今年已經在烏克蘭 攻佔了547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烏克蘭前線軍隊 正在不斷的往後撤退 面對俄軍的零力攻勢 烏克蘭的第二戰線面臨潰敗 烏軍似乎陷入了一陣亂流 手忙腳亂 俄軍更加碼宣稱 又摧毀了一輛美制艾布蘭坦克 累計烏軍已經損失了5輛的同類型先進戰車 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公布前線戰況 指出俄軍近日再度摧毀一輛美制艾布蘭坦克 報導表示 這是兩個月內烏軍損失的第5輛同行戰車 俄國軍事專家說 當M1A1正式在烏克蘭戰場亮相時 車身兩側安裝了爆炸反應裝甲 明顯是要防止遭到反坦克火箭或是無人機攻擊 可是從阿富迪夫卡戰役中 第一輛艾布蘭坦克被擊毀的畫面研判 俄軍事前有研究過這型戰車的弱點 在砲塔尾部裝甲最為薄弱的彈艙位置 所以無人機操作手機戰後 便攻擊艾布蘭戰車脆弱的砲塔後方 造成彈藥訓爆 被烏軍棄置在戰場上 因為俄軍和這款號稱全球戰力最強 防禦能力最優越的坦克有過交手經驗 所以知道該怎麼對付艾布蘭 這次就是直接被反裝甲火箭打斷履帶 再受到猛烈炮火的打擊 成為俄軍的戰力品 俄國媒體透露 俄軍是在阿富迪夫卡外圍戰場上 繳獲這輛艾布蘭坦克 一般相信應該是在比爾蒂席戰鬥中 遭遇第74禁魔旅的擊殺 艾布蘭坦克在失去動力後 烏軍戰車兵被迫棄置在戰場上 以保證組員的生命安全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斯爾斯基坦承 部隊已經向西轉進改善了戰術位置 至於在謝梅林夫卡的戰鬥也非常激烈 俄軍第114旅聲稱先頭部隊進入了城區 並且插上俄羅斯國旗 不過烏克蘭軍方並未證實 除此之外 俄軍打草戰場時還分別擄獲一輛 M115洞突擊破障車 以及M88A2裝甲救濟車 兩款裝備都是美國軍員的一部分 尤其軍事迷更暱稱突擊破障車 是地雷克星 據說美方只給了烏克蘭6輛 而且是秘密交給基辅的裝備 因為這款工程裝甲車在烏軍部隊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但可以開闢推進通道 還能破壞敵軍防衛攻勢 如今在報銷一輛破障車損失堪稱慘重 眼看烏東防線幾乎潰不成軍 讓美方很擔憂 五角大廈內部傳出來的消息聲 烏克蘭軍方已經停止艾布蘭坦克參戰 暫時駐紮在遠離前線的安全地帶 美軍高級官員證實 部分原因是烏克蘭戰場上 普遍存在的空中無人飛行器 導致俄軍有能力察覺到坦克的行蹤 甚至遭到攻擊 為了順利遂行任務 美烏兩國會共同制定新的戰術 讓艾布蘭坦克發揮最大的效用 只是英國專家認為 美方的說辭有點避重就輕 關鍵因素是艾布蘭坦克的重量 很容易陷進烏克蘭的黑土裡無法動彈 一輛70噸重的艾布蘭坦克 沒有辦法按照計劃抵達戰鬥位置 就意味著戰線上少了一支力量 所以不適合戰場環境的軍事裝備 才是影響戰局變化和武器效能的最大變數 另外在奧切列紀念 俄軍取得這座城鎮的控制權之後 繼續鞏固左翼戰線 除了攻占星巴赫穆提夫卡以外 又拿下西側的另一個據點所謂為野我 由此可見 俄軍的目的是想盡速拉平戰線 避免奧切列紀念成為深入烏軍戰線的突出部 軍事專家推測未來俄軍除了會繼續緩步推進外 也需要掃當右翼的烏克蘭部隊 主要的目標會是東北方的阿爾汗格利希克 以及東邊的克拉米克和辛卡利諾夫 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烏克蘭在這片區域至少部署了三支戰鬥單位 第1洞洞旅負責防守阿爾汗格利希克 克拉米克到辛卡利諾夫的戰線 則有第1兩勾旅和第115旅互相支援鞏固防線 不過現在有消息傳出 俄軍第27禁摩斯的一步 開始往東北邊的阿爾汗格利希克方向推進 空天軍則是加強轟炸烏軍第1兩勾旅的陣地 如果這些傳聞屬實的話 奧切列紀念右翼防線之戰 將是未來俄烏戰場上值得關注的焦點 那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在檯面下幫助俄羅斯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訪問歐洲 美聯社評論認為馬克宏會試圖說服習近平 不要插手烏惡戰爭 另外他接受經濟學人的專訪 他呼籲歐洲要捍衛自身的戰略利益 一個是東方的烹飪之巔 一個是西方的美食高峰 西湖醋魚遇見馬賽魚湯 與南松兒PK南法松路 就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確定訪問法國後 大陸央視推出兩國烹飪大賽節目 活動目標用美食藝術促進中法交流 同樣為習近平訪法暖身 大陸央視還專訪了法國起司專家 2023年4月 習近平與馬克宏見面時提到 要打造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機制 一年多過去 大陸起司業者分享 現在法國產品送到大陸的時間大大縮短 最快的運輸週期壓縮到一星期左右 起司新鮮度提高也吸引更多消費者 今年第一季度銷售額比前一年同期成長超過18% 我正好上次是看到有推薦 這家有比較多品種的奶了 法國是大陸在歐盟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 雙方尋求更多合作 但就在習近平五號出訪前夕 經濟學人二號刊登法國總統專訪 斗大的標題寫著 馬克宏向歐洲發出緊急訊息 內容提到過去30年來 各方把大陸帶進世界貿易組織體系 但大陸並沒有尊重國際規則 歐洲必須捍衛自身戰略利益 美聯社評論認為 馬克宏會試圖說服習近平不要插手俄烏戰爭 法國《世界報》則報道 歐洲各國正在努力磋商 找出如何和大陸進行平衡的貿易關係 TVBS新聞中映倫林明珍綜合報導 所以中國大陸背後到底悄悄在盤算什麼呢 像美國兩位的情報首長 先前在參議院聽證會指稱 美方首度見到了中俄雙方 就包括親台在內的台灣議題舉行了聯合演習 這可能會迫使美國得在兩線上作戰 專家也擔心週二聯手 將會限制台灣的國際法律戰攻防 反問記者避而不談 但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 週五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 這樣揭露 美國國防情報局也證實 美軍正檢討軍事規劃 以納入同時和中俄作戰的想定 來看看日本防衛省去年七八月曾揭露中俄艦隊 在日本海與東海海域進行聯合巡弋與操演 位置極為接近台灣 俄羅斯總統普欣3月連任時曾說 台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那些企圖在台灣作為挑釁的國家 最後都註定失敗 對岸若爭攻台 國際法律戰免不了一場攻防 法律戰爭議的還有中共 持續利用海警船抵近我金門進陷水域 新內閣不多說 但這切香腸的壓力恐怕只增不減 面對台海局勢的不穩定 台灣該如何加強防衛韌性呢 台灣近年來進入了武器獲得的高峰期 國軍表示未來將持續強化 各類新貨武器的裝備特性跟指揮管制系統的整合 發揮完整的擊殺鏈功能 以利戰力倍增 進一步詳情我們再把時間交易婉柔說明 來關心台灣國防的最新訊息 最近國防部呢 是交了一份報告到立法院這邊來 報告的主題呢 是面對戰爭現況的 最新國防軍備與戰略的具體作為 內容也指出了 台美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當然是要加速對台軍售的 以及要達到兵力整件目標 來提升防衛韌性 那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台灣一直都在強調說 要跟印太區域的夥伴來合作 所以當然要進行深化交流 加強對話分享敵情 以及這個區域嚇阻的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有說 這個台灣軍方呢 其實近年是進入了武器獲得的高峰期 也就是最近我們可能跟美國買的武器呢 最近應該都會一批接著一批來到貨 所以呢 將持續整合系統呢 要來強化完整擊殺鏈的戰略 也就是各式武器在台的整合戰力 除了宛柔剛剛帶我們來看的武器之外 兵力的培養當然也非常重要 像是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兩棲偵察營 在美軍特種部隊強化指導下 滲透跟特種作戰能力又更為精良 加上近年來呢 反斬首的防衛構想越來越被重視 海龍蛙兵在傳出 可能會移防大台北協助首都防衛 漢光40號電腦兵推上週落幕 知情人士透露 八天七夜攻防模擬中 大台北地區又面臨重兵夾擊 當攻上攤頭的解放軍 在基隆港和台北港都完成了行政下瀉 國軍嘗試擴大跨區增援 阻擋敵軍夾擊 在首都會施 我們的一個推野一定是依據解放軍 可能對我們的威脅來去做調整 因為今天會打到這一種登陸作戰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海空兵力 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了 所以會變成無法去阻止他們 對我們進行登陸 斬首作戰這裡要去澄清的是 他不是說只去打你的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高官 而是他只取政經中輸 不過大部隊犯台和定義上的斬首行動 又有些微不同 敵人想要對我發動斬首齊襲 那麼他不外乎以空中突擊 或激降空降的方式 或是藉由海上滲透的方式 來遂行他的這個作戰任務 那如果我們把大台北地區的地形 我們做一個通盤檢視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他這種典型的中樞藥 位於主要河川的流域的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那也就是說 其實敵人如果要經由水域來滲透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可能被運用的途徑 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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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擅長取敵之首級 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 兩棲偵察營 會是反斬首行動 未來必要陣容嗎 兩年多前 部分海龍蛙兵 以防大台北 消息傳出幾個月後 總統蔡英文也踏上了澎湖 續免部隊 戰績展示 場邊說明背板上 這句台美協訓成果報告 在外媒披露 北軍特種部隊 強化對台交流的現在 更強化了各界聯想 滲透跟反滲透 這是議題兩面 目前它已經是一個 具備有三區作戰能力的 特種部隊 那這樣的一個部隊 它其實它可以適應在 本島 離島 或者外島 都可以來發揮它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在平時 不管是昼間或夜間 藉由它的所佩服的周庭 來實施水域的巡邏 這些巡邏認為包含 反徵收 反滲透 甚至於反突擊 反破壞 類似的案例 就如同東京的羽田川 倫敦 泰晤士河 美國華府的波多馬克河 或是南韓的漢江 透過部隊武裝巡邏 位數中樞地帶的河川流域 嚇阻敵方小部隊伺機而動 而這只是兩棲部隊公有其一 比如說海上 你發現了可能有不免人士 或是屬於比較精壯的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 這些可能不是我們國家的 自私的武器 印進來了 如果是斬首部隊的話 他們不會整批從任何地方進來 他們是可能分批 不管是從遺傳 或者是人員 或者是正常的管道進來 到達了台灣的某一個地方之後 他們再集結 等所有的裝備的器材都到定位了 他們才會做一個斬首其中 禁案偵查的特殊專長 對於我方 能否在敵軍發起特攻之前 就掌握先機至關重要 因為大台北地區交通網絡四通八達 除了基隆淡水兩條河道 主要的平面或快速道路都是進犯可能入口 今天我們會面臨到的有可能是一個輕裝重火力 藉由這種輕兵力去搶佔一些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對我們造成一些威脅 我們到台北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傳統的一個兵力其實是不一定是那麼足夠 上述不管是陸戰隊或兩棲營等等這些部隊 他的目標就是要去守住這些地方 包括既有的憲兵營 和已經進駐附金剛的陸戰66旅 外船即將交付台灣的M1A2T 也將成為關子部重要反擊火力 位數陣容近年不斷調整 也像是威脅情勢變化寫照 TVBS新聞 程序EF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